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财来财往就是存不住钱 都说万般皆是命 算来不由人 要是从像术角度来讲呢 总破财的人其实都有特定的破财面向 今天小匠之老师就给大家介绍18种破财像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中招 1.牙齿稀疏发黄 牙齿是肾脂苗 在面向中是财门 可以防止运势外散或是晦气进入 但若是一个牙掌的稀疏发光 则这样的人财运会有非常大的损耗 常常存不住钱 有点钱也会外露 而且这样的人在身体健康方面也会受到比较大的损失 肾气不足 没有经济神 容易招惹疾病找上身 2.双眼无神 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双眼无神 看起来昏昏沉沉 没有精神 则这样的人个人的行动力较差 性格上也会非常的懦弱 没有本事 做什么事情都是无精打采 没有赚大钱的本事 一辈子都辛苦劳碌 日子过得非常艰辛 从而导致采气外露的比较明显 在事业上也是高不成 低不就 成不了大气候 3.面大比小 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的脸大又横肉 而鼻子长得扁塌没有气势 则这样的人没有赚大钱的本事 财运不济 性格窝囊没本事 在职场上非常容易 给别人欺负 完全没有一点气势 让人非常的瞧不起 只能是依靠苦力赚钱 评鉴一生 也没有大本事 别指望日后有赚大钱的本事 4.泪堂深陷 在相学中呀 泪堂又被称之为子女工 在面相学中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子女运势和婚姻事业发展等等 若是泪堂深陷或者泪堂处有杂文遏制等等 则这样的人天生就是劳碌命 日子过得比较艰辛 常常会把自己陷入到困境当中去 常常需要为子女的事情操心 一点也不省心 就没有清闲的时候 5.额头尖尖 在相学中呢 若是一个人的额头长得尖尖 而且发际线看起来非常的低 则这样的人做事通常欠考虑 常常思考问题不周到 在钱财方面也没有调控能力 所以一般这样的人都比较容易破财 赚钱的能力比较差 财运不强 日子都会过得比较艰辛 生活的压力也会比较大 一旦急功近利 非常容易破财 6.爆牙 所谓的爆牙就是指嘴巴合不上 牙齿外露的非常明显 而门牙为财门 若是一个人的牙齿合不住 则这样的人个人的财运比较差 也没有赚钱的本事 常常容易措施赚大钱的机会 所以这样的人一旦财气外露 无论是自己赚钱多少都存不住 一辈子吃苦受累 7.食指弯曲 一般长时间工作的人都会导致手指弯曲 多半干的都是苦力活 常常需要健守劳动 如果一个人的食指是贴着中指 则说明这个人的手材能力很好 相反呀 食指向外弯曲 则是破财的象征 说明这个人只能任劳任怨的工作 注定要过穷苦日子 8.眼神外露 在相学中 若是一个人的眼神外露非常的明显 而且总是咕噜乱转 则这样的人多半坏心思比较多 而且贪心重 总是想要不劳而获 一旦失败就会陷入到一平如洗的境地 所谓贪心必平 而且眼神外露的人总是喜欢算计自己身边的人 也没有啥大本事 9.额头低窄 额头是祖业 在面向中代表一个人的早年运势与发展等等 若是额头长得低窄 或者发际线非常的重 则这样的人目光短浅 眼界比较窄 看待问题非常的不全面 而且在事业上也没有一点发展眼光 常常是别人做什么就是什么 没有自己的主见 从而导致昏昏噩噩的过一辈子 10.嘴巴太小 嘴巴太小 主贫寒 嘴巴又小 嘴唇又薄的人注定贫寒 而且这种面向常常留不住钱财 不懂得理财 嘴唇薄的人薄情 说话刻薄 但是是非常典型的刀子嘴 豆腐心 心不坏 只是需要稍微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尤其是在婚后生活当中呢 否则克服影响夫运 11.耳朵太小 耳朵代表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和寿命 耳朵生得好 小时候就很有福气 如果耳朵很小 而且没有耳垂 这样的人小时候经常生病 自身抵抗力膝下 长大后呢也命苦 耳朵有耳垂并且贴着脑袋 不外露 这是比较好的 12.伸根低线或者折断 有这种面向的人常常心事很重 优柔寡断 常常有很多的想法 却很少动手去做 所以看似很努力 却一辈子碌碌无为 这种人如果遇到一个贵人 也可以有所成就 但是自己很难发现 就是有机会也很难把握得住 如果扇根折断或者有红纹 婚后生活不好 甚至离婚 13.眉毛散乱 眉毛散乱的人在不聚财 在金钱方面是比较随意 不会理财 不会因为自己的勤恳和努力而得到金钱的收获 还常常失财 丢财 丢手机等一些贵重物品 14.鼻翼外泄 鼻翼外泄乃精彩外泄 这样的人花钱大手大脚 不会持家过日子做打算 将场不理性的消费 有钱就花 没有隔夜之粮 事业方面不适合以后独自谈生意或者投资 15.鼻准头升得较大 而且呈红色 有这种面向的人比较能够赚钱 而且性格相当的急躁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在事业方面有一定的名声和地位 但也同样存不住钱 漏财项 可做一些投资把钱存起来 以免为急用时没有钱而发愁 16.牙齿有缝隙 门牙中间有较大的缝隙 俗称漏财牙 牙齿中间有缝的人对金钱的支出比较多 更多的是没有理由的莫名支出 不会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无端地浪费金钱 还代表此人爱叫舌根 难以守住秘密 经常会胡乱地说话 在现实生活中是个不太受欢迎的人 因此对生活工作都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17.大拇指升得很翘 大拇指天生就是很翘的人 头脑简单 性情爽朗 做事干脆利索 是个难得的大好人 做事情比较冲动 还会有时因为自己的冲动 去购买一些价值不菲的东西而导致钱财流失 人生欠缺财运 辛苦劳碌一辈子的命 18.指缝过宽 在相学中 手势长财俱财的地方 若是一个人的手指缝比较宽 则这样的人多半花钱总是大手大脚 也拒不住财 从而导致自己的钱财流失 缝隙越大的人 则这样的人破财的现象也会越大 属于典型的破财项 赚不了大钱 日子也会过得非常的艰难 花钱大手大脚 把钱财都给败坏光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生命局 如果你有以上这些破财面向 也不要怕 向由新生保持好的心态 一切都能够引刃而解 而且相不独论 凡事都要综合考虑 借不可只看一处就强行对号入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姜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姜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